第三企业掏钱给个人买房子 这我们在前面讲征税范围时已经说了 个人获得以下的房屋和财产 不管所有权人是否把财产无偿 或者有偿的交付给企业用 实质上都看作是企业对个人进行了实务分配 要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什么情况啊 企业出钱买了房子了 这房子的产权证上登记的是个人名字 是这个投资者家庭成员的名字 或者写上其他人员 钱是谁出的 钱是企业的 但是买完这房子的名字是谁 不是企业的 是个人的 交税吗 肯定得交 看明白吗 企业的投资者个人 投资者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员向企业借款 用来买房子 把房子的产权证写在自己的名下 而且借款年度终了 不还借款的 照样得交税 看好了吗 好 独资合伙企业的投资者 取得上述所得的 都视为是对个人的利润分配 按照经营所得项目 计征个人所得税 所以这个在我们前面讲那个税务 征税范围时已经给大家提到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来看 除了独资合伙以外的企业 投资者取得的上述所得 都视为是企业对个人的股息红利分配 要交税 企业的其他人员不是投资者的 一律按照工资薪金的税务 来交个人所得税 所以这个知识点呢 主要是让考核大家按什么争 都看完了吧 那么大家就能够分配好了 企业出资 第一种情况啊 拿企业的钱出资 购买什么 购买房 购买车 知道吗 这个房和车都归在谁 个人的 个人的名下 都归在个人这个名下了 这种情况下 交税吗 交 怎么交 在前面我们讲税务时就说了 得看这企业的性质 这个企业是一个法人企业 公司制的企业 不人格独立吗 我们在讲征税范围 不讲了吗 这是重复的 人格独立就为了财产要独立 这个时候 如果你给这个股东 等于相当于买房买车 看上去什么 法人企业里 如果你是给股东 个人名下 是股东名下的 对不起 就得按照股息 红利来交税 但如果你是给普通的员工 来购买的 那就按照工资 薪金所得要交税 因为这个法人企业本身 财产是独立的 你拿着公司的财产 如果给个人买 这叫人格混同 该交税要交税 但如果发生在非法人企业 大家知道 这非法人企业 不就是个人独资跟合伙吗 这人格是不独立的 企业就是他个人的 个人就是他的 如果同样也给谁呢 给投资者 业主买房买车的 这个就视为是对他的利润分配 所以就归到经营所得里面 叫个人所得税 这话出来了吧 这就是关于企业出资 给个人买房买车 一定得分是法人还是非法人 法人里还要看 是给投资者股东买 还是给普通的员工买 最后都要交税 但税务不一样 非法人企业给投资者买 一律看作是利润分配 按经营所得 第一个通了吧 好了知道按什么 争就完了啊 不涉及计算体 第二个是什么 是投资者 是投资者向谁向企业借款 借钱先从企业借借 借完了用这个借款买房买车 看见了吗 而且是写在个人名下 我不是直接让企业来掏钱 我在会计上先走一个往来 先借 让借来的钱去干了 跟自己生产经营无关的 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也要分 是法人企业还是非法人 法人企业 它就视为是股息什么 红利 如果到期不还 按股息红利走 但如果是独资合伙企业 大家看这就是你自己的钱 这个就没有涉税问题 不涉税 不交税的问题 差别大吗 所以是出资买房买抽 还是直接借钱 这差别很大 这个就把我们前面的征税范围 又复行一遍 好了 这就是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三 第四个是拍卖 这个是绝对计算题 重点 概率出题 非常之高 就看拍什么东西 如果是作者把自己的文字作品 原件也好 复印件也好 拍了 这个拍完了 一定记住税目 是按照特取权使用费 那可就记录到综合所得里 还要汇算轻角呢 只要拍的是文字作品以外的 以外的所有其他财产 古玩字画啦 什么什么 这个其他的一些个珠宝玉石啊 这些一律都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来交个税 所以这个拍的东西不一样 交的税 税目就不同 所以这个拍卖到时考试时一定分清楚了 只有拍文字作品 这才按特取权 文字作品以外的都是财产转让 既然按财产转让 拿收入减去财产的原值 再减去相关的税费 20%吗 交个税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然后这里特别注意啊 如果不能提供财产原值怎么办 那就不能够差额核定了 这个时候看你拍的东西 如果这个拍卖品被认定为是海外回流来的国家珍贵文物 这样的话直接拿收入乘以2% 是全额按2% 如果不是海外回流的文物 不能提供原值的 那就全额按3% 这两个大家一定得记住 考计算题是不给大家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能提供原值的 实行差额交税的 就是按20来交 不能提供原值凭证的 只能是用全额收入交的时候 要么3% 要么2% 一定要把这2% 大家务必记住了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拍卖 这个拍卖在交税的时候 是由谁呢 是由拍卖单位负责代扣代交 而且是向拍卖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纳税 所以大家了解这个拍卖吗 学了经济法 考经济法的话 合同法里面它就有 拍卖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这是委托人 然后就是拍卖行 这就是拍卖机构 看见了吗 这边就是谁 净买人 委托人 委托拍卖行 签了一个委托拍卖的 他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珠宝 他就进行公开的来净拍了 这样把这珠宝就交给拍卖机构 相当于就是一个中介机构 然后他拿你的东西就开始公开净拍 一旦找到有买主了 买兽人 最后呢有净买人 净买人最后呢定格的是买兽人 记住了吗 学了合同法一定要清楚 这个拍卖机构在拍卖您这珠宝的时候 第一步先要发一个拍卖公告 先发一个对外公告 把这个所有你要拍的这珠宝都要照片显示出来 能够看一下 哎呦这珠宝是一个什么钻石的呀 还是玛瑙的 还是翡翠的呀 他就给你拍下来 拍 发这拍卖机构相当于在合同法里 记住叫什么呢 叫邀约邀请 公开发了一个邀请 邀请大家这些净买人都来参加净拍来 这些净买人就相当于是什么 邀约 他们都是邀约人 都来了举个牌 拍卖机构那就开始举牌了 第一次加50万起 大家就开始举牌 有人出52万马上涨 53万 举举举最后怎么样 最后那个买售人就是最后的买定人 最后他出价最高 好花了80万拍下来了 这样的话 委托人就跟最后的买售人之间正式成交 签合同了 清楚了吗 这就是整个拍卖的过程 然后呢 委托人拿到这个钱之后 要付给拍卖机构什么 佣金 中介费 这就是他的特色 好了吗 好 所以对于委托人 您所获得的拍卖收入 您就必须得交个税 您是纳税人 但是您自己不直接交 是由这拍卖机构 代扣 代缴 因为最后的买售人 把钱也都必须定期 打到拍卖机构上 拍卖机构再把它 付给委托人 您看就这么一个过程 好了 这就是拍卖 所以把这个交税怎么交 很重要 按什么征 交的时候是差额寄税 还是全额寄税 征收率是多少 记住了 好了 完成任务 看完了啊 练练这道题 中国公民张某 你想这种古丸 都是收藏 当时怎么来的 根本很难拿到凭照 既然不能提供原值凭照 下面 关于个税的表述中 让大家选正确的 有 多选题 如果这个古丸 被认定为是回流的文物 则张某应该缴纳的个税 就是两万元 一百万不就直接按百分之二吗 是不是 该古丸被认定为是海外回流文物的 应该交三万 文物以外的才是百分之三 文物的本身一定是百分之二 如果这个古丸被认定为是非海外回流文物的 则张某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十九点六 那显然不对 如果该古丸被认定为是非海外回流文物的 张某应该缴纳的个税是三万 正确 文物是百分之二 非海外回流文物不就是全额按百分之三吗 所以准确答案不就是A和D吗 你能提供原值的差额交 你不能提供原值的 那不就全额交吗 当全额交的是哪些是百分之三 哪些是百分之二 大家务必得记住了 这题不就出来了 好了 这是我们一个计算题 大家要准备好的 这个知识点里就俩 好好把握计算题 第一个就是什么 不竞争的款项 只要一看到这样的字眼 一定记住了 直接按偶然所得 全额 20%交税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拍卖 拍卖时是按照特许权 还是按照财产转让 必须得清楚 按特许权的仅限于文字作品 不管原件复印件 而且还必须是本人的 不能是他人的 其他的都按照财产转让 是文字作品以外的 其他的 按照财产转让的时候 要么就是全额 要么就是差额 不能提供原值凭证的全额当中 要么按百分之三 要么按百分之二 自己记住了 重点计算题就在这两点上 好了吗 除了这两个点之外 至于促销过程中赠送的礼品 选择题 哪三种情况下不争 哪三种情况下争 选择题会选就行 这很简单 这样我们这个知识点又完成了 好了 进入下一个知识点 讲的是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 其实讲完了和起税是一致的 知道吗 个人拿非货币性的资产来进行投资 你想你这一投资学了公司法就知道了 相当于财产的所有权就转移了 相当于这财产就归公司了 属于什么 定性看好了 属于转让非货币性的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 由于财产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了 所以按什么交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分类所得 交税 按照财产转让 而且是按照评估后的公运价值 来确认该资产的收入 所得额呢 应该是拿收入减去该财产的原值和税费 20%个税 而且是在资产转让 取得了被投资方股权时 确认收入实现 然后在上述行为次月的15天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一次缴税有困难怎么办 从上述行为之日起 给你五个纳税年度内分期缴纳 看完了吧 看完这里面最重要的地方 看好了啊 考大家问答题 并不让大家计算 就考问答题在个税里 哎呀 个人拿着自己的什么 一套设备 投资入股了 投到公司了 成为了对方公司的股东 然后这辆这个设备的市场价值 30万 这个设备当时的原值是20万 交税吗 先把税算出来 算完了 问你应该在什么时间向税务局报税 把15天 记住了 问你在交税的时候 有何税收优惠 再把这儿搭出来 问答题 记住了吗 好了 这就是个人拿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起税拿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不也是地盐纳税吗 视为什么 视同销售吗 分五年来交税吗 这也是一样 一样 都一样啊 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过程中 获得的现金补价 得到现金的部分 优先用于缴税 不足缴纳的部分 再去分期缴税 不给你五年分期吗 如果说你在投资时 还得到了现金补偿的 先缴税 在分期缴税期间内 如果你把你的股权又转让的话 获得现金了 拿的现金先用于缴纳 还没有缴清的税 就还没到五年了 你就把股权再转让了 这样你拿赚来的收入 先去补交税款去 好了 这就是第一 有关个人投资 所以它视为财产转让 知道税募就可以了 一般不考计算题 好吧 就是问答题 第二种叫个人终止投资 收回的款项 这不跟我们讲企业 讲股东撤资一样吗 首先告诉你 税募仍然按照财产转让 你投资也是按财产转让 你终止收回 你按照财产转让 拿个人取得的转让收入 就是收回来的这些 所有这些个钱 合计数 减去你原来的投资成本 再减去相关的税费 就是你的应纳税所得额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概念 当你收回你的款项的时候 这叫收回投资 这是拿取回来的钱 扣去原来投资的本 差额就是你的所得额 好 这就是第二个 第三 创投企业 个人合伙人 还有叫天使投资个人 这个呢 就有点复杂 因为实践当中 我们好多的一些个 没接触过 什么叫天使投资个人 什么叫创投企业 就是主营业务 就是以股权投资 为主的 主营业务 就是投资收益 为主业的 一个呢 叫创投企业 创投企业里的谁 个人合伙人 一个呢 就是纯自然人 我们把这样的人 叫了一个很美丽的名字 把它形容为叫天使 你做好事啊 给人去投钱呢 所以这叫天使投资个人 那么他们在享受个税时 有优惠政策 大家看这个优惠什么 合企税 合企税的优惠 差不多一致 还记得企税什么优惠吗 企税里说 如果用股权方式投 这样在你投资满两年的当年 拿投资额的70% 投资额的70% 可以去抵你当年的应纳税 所得额 是不是这么规定的 企税是这么说的 这是企税里说的 你这个企业创投企业 那一定是个公司之急 不是合伙企业 你交企税的 所以你就拿投资额的70% 抵你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 抵不完的无限期截转 是不是这样说的 那么现在说的是谁 说的是创投企业是一个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创投本身 它本身不交企税 它的纳税人是每一个合伙人 给每一个合伙人也有这个抵扣 70%的优惠 在交个税的时候可以抵税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下面开始看 合伙的创投企业 用股权方式 也是投资在初创期的科技企业 满两年的 这样其中的个人合伙人 在交个税的时候 你不就是从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 不就交税吗 在交的时候 也可以享受拿投资额的70% 抵你分得的经营所得 不足递补的截转以后年度 看清楚了吗 跟企业那个政策是一样的 如果是天使投资个人 道理是一样 也是按投资额的70% 从哪抵扣 就不是从分得的经营所得理了 是从转让这家科技企业股权获得的所得中去抵 抵不完的 也可以无限期抵扣 如果这个投资个人 投资个多个初创期的企业的 如果其中有个企业办理了注销 完了 又解散了 那你这个投资额的70% 还没有抵完的部分 你可以在36个月内 从转让其他初创期企业股权的 应纳税所得额中去抵扣 我同时创办了三企业 A企业 B企业 C企业 结果A企业注销了 还没抵完的这个税 我可以从B和C的股权转让所得中去抵 好 这就叫天使投资个人 看好了吗 好 这就是大方向先清楚了 说到这儿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首先要看这个创投企业 它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公司制的企业 还是一个合伙制的企业 这点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这创投企业是一个公司制的企业 独立啊 它交的是企业所得税 交的是企业所得税 所以给你的优惠政策呢 是涉及到在交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你这个企业就直接拿投资额的70% 去抵你这个当年的所得额 抵完之后的余额 您这公司交企业所得税 但如果这创投企业的本身是个合伙企业 而合伙企业里来自于有两个自然人合伙人 一个甲一个乙 一个乙是两个合伙人 这种情况下合伙企业的最大特点不就叫先分后税吗 如果你也发生了这种股权投资 投给了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 这个时候因为是每个甲和乙来交个税 并不是企业来赦税 所以这个时候企业分得的所得先分 假设甲分来多少 一百万一从企业里分得经营所得六十万 那么每一个合伙人在本身在自己交个税的时候 都可以从分得的所得中 都可以拿投资额的百分之七十 可以抵这经营所得 都可以拿减去这个投资额的百分之七十 来从你的经营所得中去抵 抵完了余额再计算个税 不够抵的截转下一年继续抵 清楚了吗 这就是创投企业 这大家看好 那么这种创投里除了企业这种性质 还有自然人个人 我们把它称为叫天使个人 叫天使投资人 也鼓励你把这个钱投给这些初创期的科技企业 如果你把它投资 分别投给了三个企业 A B C 投给了三个 都是初创期的科技企业 那么你投了一百万 假设都分别投了 给你的优惠是什么 不是从你的分得所得中了 你投完这些企业之后 你就成为他们这些企业相当于持有股权了 他们只要一顺利的 你给他投完了钱了 扶上马 他已经走了一程了 这个时候你自然人就撤了 这时你自然人就可以把持有A B C的什么股权 就把这股权 您就可以转让了 知道吗 您这股权一转让的话 您就获得所得吗 这是按理说 拿你转让的收入 扣去你当初投到三个企业各自的本一百万 得出来的应该就是所得 按理说你不应该交税了吗 这不就股权转让的所得交税吗 但是这个时候 从你转让这个所得中也享受优惠 就把你当初投资额 一百万的70% 可以抵你这所得额 抵完之后 才是你真正的计税依据 按财产转让20%交税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这个投资额的70% 是从哪呢 是从你转让 转让这三个企业的股权当中里 来抵这个70% 但如果在转让抵的时候 发现其中的A企业没成功 结果又给注销了 看明白吗 这种情况下 还没抵完的这个税款 您就可以从谁 从这个B和C的转让所得中去抵去 这就叫天使投资个人 好了吗 所以总之 优惠都是拿投资额的70% 去抵所得额 给你这么优惠 相当于就投资额的70% 是不用交税的 免个税 好 这个例子大家看好啊 接着 创投企业中的个人合伙人 在缴个税的时候的具体规定 可以选择按照单一的基金 来进行核算 可以的 这是一种方法 就是你投资一个基金项目 一个基金按基金项目走 也可以按年 所得 整体计算 都行 对于个人合伙人 来自于创投企业的所得 计算 个人所得税 就是你是按一个单项来计算 还是按照整个企业 整体来计算 选择按单一的基金项目 来核算 或者按年度所得 整体核算后 三年内是不能变更的 这大家知道就可以 好 下面难一点就是在这 如果选择的是按单一的一个项目 我来选择计税的 那么单一的基金 就是在不同的投资项目 获得的股权转让所得 或者分回的股息所得 分别来计算纳税 如果是从不同的项目里 获得的股权转让所得 单个项目的话 就拿收入减去对应这个项目的股权投资成本 减完以后的余额计算 如果是单一的投资基金 按一个纳税年度内 不同项目的所得和损失 要先相互冲底 抵完之后有余额的 这个时候才确认股权转让所得 小于零的按零来计算 不能截转到下一年 这话看好了吗 在确认股权转让所得时 一定要分是按单个项目 还是按整个基金 单个项目就一个一个算 赚钱就交税 但如果按基金 基金下面如果含着三个项目的 三个项目里又有赔钱又有赚钱的 一定是要相互相抵 抵完之后的余额 才应该确认为转让所得 才需要交税 合伙人从基金的股权转让中 分得的份额 计算应纳税额 然后在次年的三月底之前 代扣代脚 所以呢 这个时候合伙人从这个股权转让 就这基金本身股权转让所得中 再接着分得的 这个算税时是由创投企业 代扣代脚割税 这就是单一基金的 符合规定条件的 合伙人可以按照被转让项目 对应投资额的70 从你股权转让的所得中 可以去抵税 抵完了再计算纳税 但是抵不完的不能向以后年度截转 一年一算 如果这是说股权转让的所得 你可以是按单个项目来算 一个一个项目单独来算 那就单独算股权转让 复杂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整个以基金为单位 以基金为一个核算单位的 这样你基金项目可能是有ABC 有三个不同的项目 那这是因为你是以基金整体为单位 所以在算股权转让所得时 一定是先相互抵 盈亏先相互抵 抵完了之后 才是首先作为基金本身的所得 然后再接着从基金当中分的合伙人 个人从这个基金里分得的所得 分得的所得才需要计算纳税 当你合伙人从基金当中分得这个所得时 享受可以拿投资额的70%去抵你这个所得 但是抵不完的是不能截转的 这个区别就在这 是以单个的项目做一个核算 还是以整个的基金为整体单位来进行核算 差别就在这 好了 这就是第一 然后再来看投资不有股西红利吗 分得的股西红利还是 如果是单一的基金项目 就拿来自于这个项目中分得的股西红利 全额即税 合伙人从这个基金里分回的股西红利 计算应纳税 所以这里特别提示啊 选择按基金来核算的 合伙人从基金分来的股权转让和股西红利 一律都得按照20%计算缴纳个税的 不管是股权转让还是股西红利 好了吗 好 第二是选择按年度整体 就是按照整个企业 按企业整体啊 来进行整体核算的 那么合伙人从创投企业分回的所得 直接按经营所得 是用五级超纹累进税率 就OK了 好了吗 然后在交税的时候 也是可以拿投资额的70% 从你分得的经营所得中去抵税去 如果核算出有亏损的还可以向以后年度节转都可以 按照经营项目来计税的合伙人如果没有综合所得的那不就回到前面了吗 这时你就能享受减六万 减去专项三减一金 减去专项附加都可以的 好了 这就是关于基金 基金这一块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它涉及到很专一 专门讲创投企业 就是股权投资为主业的 这样的话又有公司制企业又有合伙制的 而合伙制的这个企业呢 它就比较复杂 这些个创投企业呢 也有可能是基金方式来核算 因为它投资不就是形成各种各样的基金项目 要么就是按照企业整体来算 这个大概了解一下就行 懂不懂就无所谓了 啊我就大概给你解释这些就行了 出题的概率几乎没有 好这就是第四 第五因为购买处置债权 这个投资不是股权投是债权投 这个时候首先税目要看好了 通过招标竞派的方式买得了这个债权 买完之后呢 接着再通过司法程序去什么 通过司法程序去主张行使债权 这个获得的所得按财产转让所得 所以这个购买和处置债权呢 您就把税目记住了 按财产转让就OK了 可以了吗 所得额是怎么核定 通过上述方式取得的债权 如果是一个整体打包的债权 你只处置其中一部分债权的 按以下方法 第一次数的确定 每一次处置就算作一次财产转让 收入呢就按照你获得的货币 或非货币资产的评估价值和技术来确定 懂了吗 就是现在好多一些银行的一些不良债权啊 他整段打包就给了一家公司 公司先把这个债权整段打包买进来 买进完之后他再接着拆 哪个不错的他再接着处置 相当于他就先买进后卖出 当他处置债权的时候 他算财产转让 好吗 好这就可以了 扣除项目里就是主要扣什么 债权的成本 就是这个债权的原值 如果是当次处置债权的这个成本 就是你购置打包的这个债权的总支出 乘以一个什么占比 你此次处置的这部分债权的账面价值 占整个总价值的比 算出本次 因为你没有全部处置 只处置了一部分 那么截转的是这一部分相应的成本 在购买处置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呀 诉讼费呀 审计评估费呀等等 都允许在算税时扣除 好了 所以它就相当于拿你处置的收入 减去当初购买这笔债权的什么原值 这不就是差额 在减去处置过程中产生的税费 按财产转让交税 只不过你在核定这个债权原值的时候 因为你不见得处置全部的 如果你只是处置部分 部分债权的 这个时候的成本必须按照配比 只能根据你卖得多少来扣除相应的成本 这就行了 好了 这个反正计算题也不考 大家知道就可以 我们可以做道题感受一下 他说中国公民王某 整个购买了一个打包来的债权 这个债权就是好的坏的 都给你打包在一起了 都给你了 买的时候花了50万元 整个这债权就买不来了 这样的话他就开始 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差的 三月份他就处置了其中的一半 他就给处置了 该变成投资 该卖给别人 卖给别人的 这样取得处置收入35万 处置过程中产生了评估费3万 请大家算 当他在处置这个5%债权的时候 应该缴纳的个税是多少 那35万 那绝对不能够都减50万 因为你只处置了50% 所以你这个50万的百分之多少 50只能够截转相应的成本 再减去相应的评估费 这才是你真正的所得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样的话 拿35万减去对应的50% 这一部分的成本 再减去评估费成20% 这就是你处置债权 所以转让股权 转让债权 税募都记住了 都是按财产转让来进行交税 原则上都是差额继税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就是第五 第六 收回股权 退股 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转让合同都履行完了 股权也作为变更了 而且呢 所得也实现了 也已经交完了 个税了 结果也交完了 好吗 结果双方又解除了原股权转让合同 又把股权又退回来了 这一退 对不起 是另一次的股权转让行为 上一次转让交的税 一律不予退回 因为它是按次征收 你股权转让不就是财产转让吗 转让一次交一次 回头你又把它退回来的话 那就算作另一次 所以你相当于交两次税 好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这没什么 转让合同 如果还没有履行完毕了 看见了吗 结果呢 停止了 而且是原价收回 已经转让的股权 行为还没有完成 收入还没有完全实现 那就不用交税就行了 如果都交过怎么办 交过就不退 没交 没交就不交了 就完了 好了 这就是整个的第六 涉及投资问题 啊 第七是改制过程中员工获得的量化资产 这也是一个选择点 好多企业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员工也取得了企业的股份 如果取得了这个股份之后仅仅作为分红的依据 并不拥有所有权的 这样的量化资产根本就不征收个税 听懂吗 虽然股份制改造啊 实际上财产所有权不是你员工的 还是企业的 这时候你不交个税 如果是对这资产拥有所有权的 也暂缓征收 只要你不转让 不涉及税 等到你把这个股份转让的时候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交税就行了 我要不转呢 那你根据持有的这个股份 你分得的股息红利必须得交税 所以在企业好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 员工也会购买企业的资产 也会购买企业的资产 然后来当股东身份 这个时候四种情况 仅仅作为分红依据 没获得物权的是不征 取得所有权了 但你不转让是暂缓征 当你在转让的情况下 那就按财产转让所得征 你不转让分红的 那就按照股息红利征 好了 就把这四句话选择底 大家会选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第七 这个把握好 这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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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